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剛剛講到警戒 那裕豐也一直在跑這個社會新聞 所以有聽過一個警戒傳奇 對 這個傳奇非常的厲害 有一個警察他就一直升不了官 後來到了分隊去當分隊長 然後他有一次就是那種機優遠景 就是有點像自強活動 就是中南部去 然後再高大哥你也知道 晚上幹嘛 晚上就是比十三隻 然後越比越大 越比越大 好 第一天就玩 輸贏就是幾十萬這樣子 到第二天他那天晚上睡覺 然後第二天又在比十三隻的時候 他就講說 他就跟他的隊員講說 他昨天做了一個夢 他自己有個小朋友 小學一年級 然後他就說他夢境裡面 在叫他算數學 然後他叫他九九成罰表 六一得一 六二十二 六三十八 六四二十四 結果他覺得這很簡單 可是他的小孩子 一直念六四二十七 然後他在夢裡面 就氣到打小孩 然後第二天他就考 這個爸爸不會升官 然後小孩數學又這麼差 六四二十四 怎麼會變六四二十七 結果跟他一起比白了 你就想說這個可能是天公仔 這可能是神明要給你錢 那六四二十四 他會講成六四二十七 那就表示說我們去簽牌 然後這個分隊長 其實他不太會簽六二十 他說那要怎麼簽 有個比較老的巡助講說 這個如果是老天要給你錢 這個錢要來的 擋都擋不住 不要簽六 不要簽二 不要簽七 就簽六二七 第二尾 那第二尾就是說你每個號碼 大概第三組 第四組的時候你抓出來 他就直接拚了六二七 然後他們那時候就比 其實他們說比到 滿瘋狂的時候 已經不知道比多少錢了 就比如說我跟老師 就是你錢推出去差不多高 或拿一個尺這樣壓著 這一疊錢差不多高就可以 他們就說他們當下 就把這些錢 大概十萬塊 差不多高 然後十萬塊 然後就給這個老巡佐 去簽牌 然後最後中了一點二億 一點二億 然後這個分隊長就有點嚇到 就說學長 原本都是也不是很客氣 中了一點二億 就開始叫學長 他說學長你怎麼簽 他說我們在Dekabue六二七 然後可以怎麼竄 怎麼碰 總共弄了二十線 那二十線代表一千兩百倍 就是史上最難的 機率就是一千兩百倍 那他簽十萬一千兩百倍 就中了一點二億 一個人就中一億 沒有他們就是那一群 一群 對那一群 那一群比十三隻的 因為他們是玩磁禮 磁禮就是當初推出來的錢 總共湊一湊就說好 那我們這一把就全部拿去 不分大小 這一把海底的錢 就全部拿去簽六合財 那這六二七 這也是警戒 警戒 跟大家抱歉 因為過去治安不是那麼好 有的都在萬仙公廟裡 在大小 有的都在簽不得打 那個是自強活動 平常說沒有自強活動 才笑笑娛樂一下而已 然後你說你買車的錢 也跟爸爸去簽的有關係 我們家從雲林上來台北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在台北買房子 那買的房子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是 簽進所有的 就是南部的田野賣 然後標會什麼的 然後來到台北之後 爸爸跟媽媽的生活 還比較辛苦 那那時候我們家裡 有拜一個土地公 然後我也是長大之後 才聽的 我們家的一個家境的轉折 就跟六合財有關係 那個時候其實房貸繳不出來了 你們在雲林 雲林本來在幹嘛 種花生 鏡頭島 鏡頭島 對 這哪一個鄉 在輪貝那邊 輪貝 對 然後鏡頭島 那個土可能比較不適合 種在我 好像也沒有其他的 就是鏡頭島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賣掉了田 然後來台北買房子 那買房子就是 房貸繳不出來 那時候我們家裡有拜土地公 然後我爸爸就拜託就說 現在六合財那麼風行 對不對 那如果可不可以出個牌 我們就簽一下 然後種了 我們先過了這個難關 結果土地公 三個醒杯 然後爸爸媽媽就趕快去睡覺 就想說今天晚上 神明要來出牌了 好 結果第二天 什麼都沒有夢到 睡得滿好的 就去跟鄰居問 鄰居就說 你有土地公杯嗎 你應該把香灰 還是那種 那種焚香有沒有 就是那種燒香香的那個 拿一個小盤子 然後把它壓壓壓壓壓 壓好了之後 如果土地公要出牌 那就會拿令旗在上面畫 那數字出來你就可以去簽了 結果真的 第二天就有牌出來了 就有供估 就是家裡最後的幾千塊 拿去簽了 然後供估 然後我爸媽就想說 到底怎麼回事 那難道是神明 叫我們不要賭博嗎 然後我媽媽就說不可能 土地公不要 對那家賀怎麼可能 如果他答應了就一定會給我們 媽媽鼓勵爸爸繼續賭 對 繼續賭 對 繼續拚 然後媽媽就去搬杯 要是醒杯 土地公就說要可以嘛 就是會給牌這樣子 好 然後睡覺醒來之後 這次比較厲害了 因為上一次 為什麼會共估呢 就是六號跟九號 我們搞錯了 那這一次他有出了 他出了六號 而且在六下面畫了一痕 就跟銀行一樣 就是確定說 你不要把六跟九給搞錯了 那這一次又 把所有的錢 就是當月領來的工資 就所有的錢又拿去簽了 就中了大概四五十萬 在那個年代四五十萬非常的多 對 然後不只是幫助我們家 度過那個房貸的難關 然後爸媽也就是拿這個 去買一台中華得利卡 然後就可以開始做點小生意 去批發衣服來市場賣 就整個我們的家信 就是從那一次就 就慢慢比較好 第一個要相信夢 對 然後 第二個要真的去簽 對 然後如果 簽不中還要再簽 對 對 就是你如果搞錯的話 你一定要想清楚 如果神明答應你 你搞錯了 一定有什麼地方 你要精進 你不能說沒有了就沒有了 對 這 這好像講的也不太對 就我們家是這樣子 我們家是這樣 就是神明答應 我們的會有的 就一定會有 對 然後最後就是媽媽 推了爸爸一把 整個就 手要的變性 那你說簽牌會上 我覺得我們家比較好的 就是說那一次之後 我們就停了 我們那一次之後 開始做小生意 然後開始在台北 就有點 就是還有點 有點本錢 做生意之後就停了 那有一個網友 其實他最近也滿紅的 他就說 他三十七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離婚 然後找不到工作 去餐廳裡面 有個老闆娘就說 沒關係 你就先來幫忙洗碗 然後洗碗 然後就開始去做外場 然後做會計 就還不錯 等於他的生活 也是有點小小的改善這樣子 一個月的薪水 也有三萬多塊 可是他說他那個時候 有一次他就去拜拜 去龍山寺拜拜 然後他也是 有一個發財夢 他就說那神明 可不可以給我種六盒財 那時候已經沒有什麼 六盒財了 他那時候要去簽什麼 去簽那種 五三九那一種就對了 結果沒想到就種了 中了幾千塊 結果沒有想到 他當天晚上 他跟他妹妹講電話的時候 就說你知道 我去簽那個五三九 中了幾千塊 我有點偏財運 而且我去跟 龍山寺的神明拜拜 就有種這樣子 那妹妹就跟他講說 媽媽好像上次上禮拜 還是上個月 有去幫你安光明燈 他就想說 他表示說安光明燈 那表示我財運應該還有 他就把五三九的這個牌機 他那個牌的數字 就去找了朋友 就餐廳的朋友 有人在簽那種地下的 那地下的就是 一個號碼八十塊 但是重的話是比五三九 還要多十幾二十倍這樣子 他就去簽這個地下的 就中了二十幾萬 從此以後 他就開始有興趣了 他說每天上班 以前都是在公司的報表 他在小袋子裡面 都去買那種書報攤 都有一份大概三十五塊 如果香港的比較貴 八十五塊 上面的字就是那種密密麻麻的 然後就有那種數字 在那邊擠個 數字在外面畫圈圈的 你要調幾號 調幾號這樣兜兜 他就說他每天 公司的帳都不算 就這樣子推出來 然後說 我這個已經開了三期了 我應該換這個大樹下的 這個還是換哪一個版本 就這樣子弄 那前面有中 我們講說他前面中十萬 二十幾萬 然後後面就是慢慢賠 賠到最後就去跟人家借錢 然後其實他有懺悔 他最後其實借不到錢了 人家會接他電話都是債主 然後親旁也都不跟他往來了 可是因為他有個小孩 他單親 他都用小孩的名義 就小孩要開學了 那你幾千塊 你知道嗎 親旁有 你說幾萬塊拿不出來 你說小孩子營養午餐 要開學要繳學費 你這幾千塊一定有 可是他借了錢呢 又去簽 那到最後那個 他的恩人老闆娘 也把他趕住店裡 他說你 工作也沒了 對 你也不來做外廠 然後公司請你三萬多塊 是會計 那你這樣子三萬多 一次簽一起就沒有了 然後到最後就是 最後工作也沒了